投降成功 接手高宏安代理新竹市長 第一天 邱承遠笑得很開心 聽到敏感議題 邱承遠掉頭就走 而前一天晚上 高宏安退出市政群組前 不忘溫情叮嚀 居處首長 全力協助邱承遠推動市政 而首長們紛紛為他打氣 邱承遠也表示會完成對市民承諾 而高宏安停職後 有沒有復職機會還未知 但罷免高宏安團體已經啟動 民眾到新竹天宮壇 放鞭炮慶祝 更在多個社群平台發起罷免高宏安行動 已經蒐集突破一千零五份 很生氣 高宏安為什麼可以貪污還舔不支持 代理市長我們都知道是邱承遠 高宏安還是有可能在幕後操縱這一切 更加會覺得說 像高宏安就是有權無責 更應該把罷免掉 如今高宏安不僅官司纏身 罷免團體追擊也有備而來 律師分析這同時也影響邱承遠 這代理市長任期時間 如果之後高宏安認罪或者是三省定驗高宏安有罪 或者是遭到罷免則高宏安將上市市長的職務 副市長邱承遠也不能再代理職務了 高宏安省任期還有約兩年半上訴平清白 如果官司要到三省 外界評估可能會超過二零二六任期結束 但在此之前罷免浪潮已經來勢洶 就算高宏安停職期間還得面對遭到罷免下台的危機挑戰 三省和夢者和台灣交測 新竹參謀